大家知道何叶是女熊之后 这几天从最初的无比震惊 正在逐渐适应 看到何叶都要提醒自己 这是个甜美小女熊 不过大家都说 最先改变的是跟何叶最亲的谭爷爷 说谭爷爷以为何叶是男熊的时候 叫唤何叶的声音都是粗声大气的 充满了阳刚之气 现在谭爷爷知道何叶是小女生 叫她的声音都变小便温柔了 1月24日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请谭爷爷出面 对外公告 一直以来被当作弟弟的何叶 竟然在三岁半的时候 被燕鸣正身 发现不是男熊 而是一只女熊 何叶再也不是和花的臭弟弟 而是和姐姐和花一起 变成了姐妹花 HiPandai节目当时第一时间做了报道 猫粉们都表示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震惊程度 可以用嘴巴半天都合不上来形容 堪称熊猫圈第一他房事件 随着消息的传播 各种搞笑段子也扑面而来 有人贴出了这张图片 说是用这来形容花花和妹妹 再贴切不过 有人回想起 当年润月和爱九 跟花叶姐弟在一起的时光 惊呼 原来当时的韭菜花叶是个女团 何叶到了三岁半 被突然宣布 从男熊变成女熊 粉丝震惊之余 甚至开始担心起荷花 既然何叶的性别会搞错 千万别把花花的性别也弄混了 网友开玩笑说 不要突然有一天告诉我 花花是男熊 那我肯定要疯了 何叶的性别乌龙 大家都第一时间联想到她的爸爸 何花与何叶的爸爸美兰 美兰从小被当作女熊 养到五六岁 都准备相亲找男友了 才发现原来是男熊 所以今天发生在何叶身上的事 跟爸爸美兰当年是一模一样 看来 这性别乌龙也能遗传 还因为何叶变性被大家提到的 是一只生活在陕西的 大名叫做佩佩 小名叫做秦大朵的一岁小熊 跟何叶的性别乌龙事件相比 秦大朵的性别辨认过程 就要复杂一些了 秦大朵2022年8月出生 出生后被鉴定为小男熊 她有一对大大的耳朵 还经历充沛的不停跳跃 确实像个调皮的小男孩无疑 但是在今年1月初的一次直播中 秦岭四宝的工作人员透露说 秦大朵被怀疑有可能是女孩子 但是还没有最终确定 正在再次鉴别确认的过程中 好在1月10日 陕西省民业局向公众回复说 大熊猫佩佩 也就是秦大朵 经过鉴定 还是男熊 这一圈的兜兜转转 把粉丝转得云里雾里 现在大家都说 我们最后的底线 就是余爱 花花 福宝 请专家们一定要看准 不能再变了 而关于和叶是女孩的消息 有一个最感人的说法 是有粉丝说 和叶是小女生 这是和花与和叶的妈妈成功 留给这个世界的彩蛋 和叶是女熊 就意味着 在未来几年 和花与和叶不用分开 她们能一直在一起 也许 这就是公妈在天之灵 希望和叶可以好好照顾姐姐 姐妹俩互相作伴 都能快快乐乐 健健康康地生活下去 拍碰到 全网最好看的熊猫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